根据统计近五年来台中市欧卡 也就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案件 平均每年大约是2000多件 是六都当中最多的 为了增加高级救护技术源提升急救力 潮汐市消防局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合作 开办为期八个月的到院前紧急医疗专业训练 共有30名消防员参训 希望未来朝专责救护队来努力 在教官的指导下 30名消防员一步步学习一连串的高级救护技术源训练 包括有股内注射气管内插管等等 需要透过侵入性的急救来减少欧卡 也就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案件的增加 在CPR或者是在严重外伤有低血溶性休克的时候 他可以快速的帮病人建立这个周边的静脉管路 然后这个时候他可以在这个快速的给予这个 Apinafin的这个治疗药物或者是大量的这个点滴的输液 他可以做这个高级心脏的救命术 他可以打针打骨针甚至插管给药 这个要有这个指导医师的医力医疗医疗 如果准洗的话 因为我们欧卡的人必须在10分钟之内 又马上给他恢复心跳 这个才有完全康复出院的机会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 近5年来台中市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案件 平均每年约2000多件是6度最多 因此提出为期三年的提升紧急救护品质计划 而最重要的就是增加高级救护技术员整理 这次与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开办其8个月的专业训练 不只进阶课程外 还要到各急救责任医院 及高级救护单位的救护车来做实习 会加入几个不同的证照考试 包括ACLS 包括小儿急救的APLS 包括外商的两个课程 一个是ETTC 一个是PHTLS 就是美国最新引进来的 这个到院前创商救命数 我们今年开始到三年 这未来的三年 我们每年信念30个EMTP 那么EMTP我们达到整个数200个人以后 我们会再增设这个专者救护队 台中市消防局强调 高级救护技术员 可以针对心肺功能停止 心肌梗塞及脑中风等案件救护 提高病人的康复出院机率 未来培训超过200人后 也将成立专责救护队 提升台中市救护量能 就这里讲台中 蔡芳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